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慶 分析手機遊戲股的時候 我們會經常見到一個叫做流水的名詞 究竟什麼是流水呢? 流水對手機遊戲股又有多重要呢? 流水是指遊戲玩家課金 是手機遊戲股的主要收入來源 雖然大部分公司不會直接公布遊戲的流水 但投資者可以在大行報告 或者市場研究機構了解不同遊戲的流水 2018年,恆訊的王牌遊戲絕地求生 就曾經因為內地監管部門整頓遊戲市場 拿不到電子遊戲版號的審批 令到絕地求生只可以以測試的形式營運 玩家不可以課金買道具 意味著,騰訊不可以在絕地求生賺錢 手機遊戲收入曾經按櫃倒退一成九 直到2019年,監管部門重新發出遊戲版號 騰訊另一隻遊戲和平精英 推出72小時內 在蘋果App Store錄得超過一億港元的流水 隨著遊戲重新有收入 騰訊的業績和股價都回穩 總結而言 流水是手機遊戲股主要收入來源 流水越高,對公司的業績和股價越有利 謝謝大家